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最近咱们去多了个口海王家 你们看 这人说话多嚣张 还极力求杀呢 当然 仅仅是这样的话 小强还是不会太关注的 就当我在意的是 他还公开称自己是刷挂机的 而且还觉得会成事好 我都怀疑中午挂机的时候 是不是被他给灭了 小强看了一下 他们的资料 是方圆洗礼这营地的 我们留个心眼 遇到这营地得好好的批一批 小伙伴们你们看 小强来复仇的时候 真的匹配到这人的营地了 那没什么好说的了 今天小强肯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 我们找个合适的位置再输出 小强不把他们打哭 我是不会离开的 刚上到朗车坦 就个人回来了 看来只是发现小强了 我们往后撤一下 他用的是大炮 我们躲在定线杠上 他是很难打中小强的 这人也是有点打牙 居然还在找小强 那我们就先手输出 也给他反抗了机会 现在小强在市中心 很容易就会招人围殴的 所以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情况不能手软 那人溜得很快 最后被他给逃了 没事问题不大 咱们接着逼 这还有个人 我们来偷袭一波 就像传送走了 溜得还挺快的嘛 又来人了 那就把火器杀在你身上吧 这人还想爬上来和小强刚下 你想的也太好了吧 一开始还以为是大佬 没想到就是个青铜小喳喳 吓了我一跳 直接把他也灭掉 OK 拿了开门红 没吱吱 现在这营地人都发现小强了 我们得稳一点 下面这两个也是够恶心的 打倒无人机就跑 弄着小强有点愈梦 小强也不打算追 要是追下去的话 那小强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我们就蹲着这个高点和他们皮 让他们知道小强的厉害 对于这种口害的行为 小强是不会去合他们理论的 一般我都是选择达到不为止 这样他们才会知道错 小强要为广大王家不仇 和他们好好匹匹 哎呦我去 小强身后什么时候来人了 这下难受了 一时大也没手术 王磊羊四面八方都是人 感觉逃不掉 我们挣扎一下 看能不能长血 秀他们一波 我们挣扎一下 告诉小伙伴们一个小技巧哦 前面这块石头 绑围墙最尖的部分是可以跳过去的 怎么样 小强这么操作可以吧 他们肯定要不到 那我们就在前面扶个腰吧 哎呀这边还有呢 这也太难受了吧 完了这波空穴 小强田地是要凉了 果然最后小强也是被套女打倒了 真是不甘心啊 好啦本期视频就在这里了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